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新的一期的野哥时间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姐姐拉裤衩 这个品牌俗称的姐姐 Gigital Co 这个品牌最近的一些涨价行为 因为有一些的表友给我私信 说姐姐 现在已经逐渐变成了老baby的 这个品牌 最近这一两年 这个涨价行为有点夸张 看看这个 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开始我们今天影片之前 Riss Check 今天是带了我自己的这一支的姐姐 那我的这一支的姐姐 是一个相对而言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款式 也是之前的一个停产的款式 那么它是reversal 当然了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姐姐拉裤衩应该买的一些款式 那么它也是正反面的reversal 那这个也算是一个复杂功能 因为它有day night indicator 就是这个上面的有这个 有这个白天和黑夜的这个显示 小秒针大日历 以后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聊聊 这个姐姐的这个大日历 还有跟朗格的一些关系 尤其姐姐的这个日历 那么后边的这个面呢 上面有GMT这样的一个function 然后呢 也有一个day night indicator 然后呢 还有一个power reserve的这个洞储显示 那么相对来说算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一个复杂的一个款式了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有专门的影片呢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这一支的这个reversal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呢 来简单的聊一聊 这个姐姐涨价的这个行为 那么我们首先呢 先说一下这个 利丰集团的这个涨价行为 因为毕竟呢 其实不止姐姐这一家啊 利丰集团旗下的很多的品牌 比如说像朗格 比如说像江士丹顿 到姐姐 再到什么佩纳海 这一两年 尤其是在疫情的这两三年啊 这个涨价行为是蛮夸张的啊 从几千到上万不等的 这样的一个涨价 我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以前的这个直播里 也跟大家多少的说过一些 就是什么呢 就是疫情这段时间 因为有通货膨胀 那么这段时间呢 其实是最好的 对于商家来选啊 我们讲说对商家来讲啊 是最好的涨价的机会啊 因为过了这个村 没这个店了 因为我们家旁边的炒饭 已经从几年前的七八块钱一份了 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块钱一份了 基本上已经double了这个价格 所以说这个呢 是非常夸张的 但是对于商家来说 尤其对于表商来说 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最好涨价的时间 因为其他的时间涨价没有借口啊 让这个表友也感觉不爽 但是现在呢 因为有通货膨胀啊 有这个非常多的热钱在这个市场上 所以啊 这一波涨价呢 其实呢 嗯 不能说不可避免 只能说商家是利用了这个在涨价 很多的 其实他的这个工价上面 已经体现出来了 这个品牌该有的价值啊 但是这一段时间 随着通货膨胀 其实普通的通货膨胀还好 但是随着这个 现在非常夸张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话 有的时候就其实有一点就是故意涨价了 当然了 肯定有朋友呢 会说商家涨价呢 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呢 啊 所有的物价都在涨啊 那表商的一些 比如说运输啊 生产啊 包括工资啊 这些东西都有涨幅 但是我觉得如果超过了一定的程度的话 可能像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姐姐 可能有的涨幅 可能一年之内要到达 30到40个百分点啊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已经完全超过了这个通货膨胀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有的时候呢 不是说不能涨 可以涨 无坚不伤 对不对 所有的商家如果在这个通货膨胀之间涨价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范围 那就有一点艰伤了啊 对吧 如果我觉得如果这一方面相比的话 我觉得表佛那边啊 就是这个Squatch集团啊 来的就会好一点啊 涨幅呢会小一点 然后表呢看起来呢也相对来说更实在一点 利丰集团啊 别看在有一些品牌上面 对于这个二手市场并不是很在乎 但是人家玩起奢侈品这一东西来讲 那绝对是YYDS的公司或者是集团啊 一点也不差于劳力士啊 所以这个呢是有关于利丰集团整体的涨价 整体都在涨 而且这个整体的这个幅度啊 包括各个品牌上面的涨价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 该有的通货膨胀的范围啊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涨幅 姐姐的万表 其实本来 嗯 我觉得呢 可以说是这个市场比较低估的品牌 更适合很多真正的表友 万表爱好者去购买的品牌 不太适合这种啊 speculator啊 就是买表啊 我们又来了啊 买表 希望能够升值 能够保值 甚至能够飞的 才是YYDS 不太适合这些表友啊 比较适合真正的万表爱好者去收藏 去购买 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价位上去购入 嗯 因为我们单纯讲这个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reversal 当然基加也有别的像大师系列 其他的会有更多复杂功能的memo box 这种可以闹的啊 万表 还有很多复杂功能的 其他的款式可以去选择 嗯 但是基加可能对于更多的 大多数的表友来讲 最有名或者最经典 就是这个reversal 虽然说很多时候 大家拿他和这个卡利亚的这个tank啊 或者是Santos进行比啊 嗯 我觉得基加这边 他这个翻转这个东西还是很特别的 上个世纪这个30年代左右 这个art deco啊 这个风潮的一些产物啊 非常非常的经典 在基加这个系 这个整体来讲也是 我觉得是最值得购买的 呃 如果大家只想买一个基加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选择reversal 但是如果大家接受不了方表 那可以选择其他的款式 但是reversal是可以说是 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的 这样的一个款式 但是这个款式的这个涨幅确实有一点夸张 啊 我记得我之前入手过的单面翻转蓝色的那个面盘 我当年在2021年入手的时候 它的价格呢 我入手的时候是不到 也就7000美金不到 那么现在这个这个单面的都已经涨了快1万美金了 那么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了啊 所以这个涨幅第一非常大的几年 第二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如果是一个单面的reversal 如果超过1万美金的话 那我觉得就有点很比较贵了 因为单纯我们讲啊 单面的reversal 它的这个机芯呢 其实很一般 然后呢 也不透备啊 无非就是经典的这个造型 还有这个颜色比较好看 嗯 我觉得有点这个超过这个该有的这个价值了啊 那就不太值了啊 我觉得六七千七千七八千那个上面还是比较值 但是超过1万块钱 我觉得买这个就有点有点不太值了啊 啊 当然双面的或者加一些复杂功能的可能都要两万 一两万美金的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涨幅是非常夸张的 那么技嘉呢 还有一个动作 也是利丰很讨厌的一个行为 就是这个表公布 啊 也就是说release出来 让大家知道这个表是一个价格 那么等到大家拿第一拨人拿到这个表的时候 价格已经涨了 很多朋友在没拿到这个表的时候 价格就已经涨了 嗯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挺讨厌的啊 技嘉有姐姐到老baby 这是一个转型 直到他到了转型的风口浪尖了 对吧 想要继续 要不然就是说老黄瓜抹绿漆 对吧 想要继续往下发展 那肯定有一些新的动作 那么这个品牌呢 想要up market 也就是说想要啊 比如说能不能往上走一走啊 更加接近一点 像集团里面的僵尸单顿和朗格啊 或者是更加靠近其他品牌 比如说像百达菲利啊 能不能拉近一点 或者什么宝鸡啊 至少能够到那个 到那个程度 技嘉呢可以说现在到一个转型期 从以前的watchmakers watchmakers 因为现在很多厂家都不用他的这个机芯了嘛 当然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在用 但是大多数的品牌都已经开始自主生产机芯了 因为这是一个潮流了 现在你一个品牌没有自主生产的机芯 尤其这么昂贵的表啊 可能说不太过去了啊 所以技嘉现在逐渐都是整个这个集团到了一个转型期 那这个品牌想要upmarket呢 也没什么错 这个也都是很好的啊 表友可能以前购买到的技嘉 现在可能都涨价着 其实都挺好的啊 但是这个涨幅 如果大家买新表的话 现在来讲就不是那么值得了啊 到了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对技嘉这个品牌感兴趣 尤其是对reversal感兴趣的话 需要抓紧了 抓紧什么不是赶紧去买那个新表 因为现在新表长得太夸张了 很多表已经超过了该有的价值 当这个市场温度下降 当这个市场没有热度 当这个市场很冷的时候 像机家这种品牌从来没有保值过 一定会贬值的啊 一定会这个二手市场这个价格 一定是很低于公价的 所以说对了 我在这会儿里面还要再补充一个 我刚才说了 第一在通货膨胀之际 这个很大的一个通货膨胀 让这个阶段涨很多的钱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决定 因为这个时候涨钱 别人不太会埋怨的 对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第二呢 就是涨上去就掉不下来了 朋友们哪有见过涨上去掉下来的价格 所以这个对商家来说 这个时间涨幅是最最好的 但是比如说我们说机家 它如果市场冷了 那么它肯定它的这个品牌是要贬值的 那么我们大家在现在入手新表的话 就显得有一些这个 有的时候你要是担心自己以后会亏的话 尽量对这个机家呢 这个小心入手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大家如果对机家以前的款式比较有兴趣 甚至现在在二手市场流通的一些很值得选择的机家的reversal 这个价格还没有完全反映在二手市场上的时候 我觉得你趁早尽快入手 比如说像我今天的这个款式 那么它呢算是一个复杂功能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有day night indicator 有大日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反面呢 有这个GMT power reserve 各种的这个复杂功能 这算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机家的这个reversal 当时我这个入手价呢还不到一万块钱比进 现在你一万块钱你在机家只能买一个新表的话 只能买一个单面 翻转 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个基金上面的这个选择 所以说 我建议大家如果现在想买这个reversal的话 尽快抓紧在二手市场上 如果能够逃到啊 以前像这种款式的话 趁它还没有价格完全反映 这新表反映到这个二手市场之前 赶紧购入 不管是作为这个收藏 还是即便你是speculator的话 像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reversal 如果现在的新表价格上去了 这个将来的二手市场的价格一定会往上涨的啊 一定会反映出来的 因为买单面的reversal的话 都要一万美金的话 这个你想想你愿意花多少钱买 对吧 这个会继续往上涨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跟大家说了 抓紧时间 这个视频就想跟大家说 喜欢基加喜欢reversal的朋友们 不要全盯着现在市场上这个新表的涨幅 因为将来有可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到市场冷的时候 它这个价格会 hold不住啊 在二手市场会贬值 到那个时候你喜不喜欢这样 如果非买新表的话 那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可以看一看以前的老表的话 在没有涨起来之前 绝对是特别好的选择的购入啊 基加reversal 以前的老款式 如果讲future collectible的话 绝对是应该购买的万表 那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呢 来说一下这个话题 希望大家呢 抓紧时间 好吗 我们下一期再见